空调不好用,有一些确实不好用 我也是千条万条才买了这个 去年在面貌车里也效果不好 今年在SUV里确实很棒 现在这个温度是26,7度 这个空调我已经调到最小档了 还这么冷 不行啊,受不了啊,得关一会儿的 等觉得热了再开 现在不到10点了 它那个风是往上吹的,吹到这个位置看到不 兜一圈,就吹下来了 这得盖东西,不盖东西 好,盖东西还马马虎虎,太冷了 哎呀,现在快10点了 关一会儿吧,太冷 我这样晚上一看这么热的天啊,白天39度 啊,将近40度 晚上这还很舒服啊 因为我有经验啊,这个车哈 如果没有太阳晒的情况下,你这空调吹着 你关,关一会儿 半小时,这车内还很凉 现在车外,车外的温度是31度 车内20来度,真是可以 好了,刷牙,洗脸,睡觉 哇,这个东西开始漏水了,你看 睡了半夜,开始漏水了 今天下面没垫好啊 它这个地方里面矮,外边高 所以它往里边流了 我得让它顺着管子流出去 找个布垫一下吧 垫高了以后可以了 垫高了以后这个瓶子里 流出水了 哇,还有点水啊 昨天把我的被子这块弄湿了 哎呀,昨天把我的被子这块弄湿了 先把水倒了吧 我昨天找了个布,凑合了一下 看来还真是不能凑合 你看看,这全都给我嚼湿了 噢噢 湿的面积还挺大哦 这都湿了 今天能晒干了 然后我就这样吹着小风扇 后半夜 这样主要是保持空气流通 其实不吹风扇也可以 因为车内很凉快 我春秋天这个风扇都一直开着 我刚起来 脸还没洗,压还没刷 嗯,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这个空调呢 是昨天晚上2点半停的 我中间停了多少时间 因为它太冷了 这么看来这个 一块移动电源啊 一晚上就可以 坚持下来了 后半夜非常凉快 后半夜我是为了保持空气流通 才把这个风扇打开 让它那么吹着 这样很舒服 因为我的窗户是密闭的嘛 只有这这边的窗户 嗯,有点缝隙 总是感觉这个空调啊 非常好 我昨天晚上睡觉 那感觉就和家里用的空调 感觉是一样的 我在家里的空调也是这样子 要干被子 身上非常凉爽的 只不过就有一点啊,没想到 它昨天晚上流了两次水 哈哈 第一次水我及时发现了 第二次没有发现 等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被子什么都湿了 所以说今天晚上再用的话 我要把这个 这一侧要电高一些 让它水朝外面流 啊,就流到那个小瓶里就没事了 现在我可以给那个啥呢 给那个朋友们说啊 如果你夏天想制冷的话 用这种空调,温暖空调 没问题 白天的效果拆强人意 晚上绝对是OK 哈哈 好了,刷牙洗扁 继续搞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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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